北加州台湾大学校友合唱团 即将在9月29号周日晚间 在南湾Dianza College视觉表演艺术中心 举办年度公演 北加州台大校友合唱团 大概成立在14年前 那么我们的招售的团员 主要就当然是以台大校友亲友 大家不要为这个校友给吓坏 其实亲友也欢迎参加 那么我们14年以来 就是说每年都是在年初的时候 开始练习我们今年要演唱的歌 然后在每年的9月 就今年我们的9月29号演唱会 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来观赏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情到深处 那当然这个情呢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 这个我们都可以叫做情 那它也可以有很多种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 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 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别的这个情感 比如说这个怀旧 还有思乡 还有这个对人生的感悟的这个豁达 或者别离啊 这个等等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这个不同的主题 然后呢有一些歌 选一些歌来代表 那比如说这个怀旧情的话 我们唱这个Try to remember 那比如说这个故乡情或者思乡情的话 有一首是出寡郎 出外人 另外呢又有一首叫蒲公英 像这些 然后还有油脂情思 这些都是思乡的曲子 那么豁达情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不理解 那这里面的代表的歌呢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声 那这个当然也是说对这个人生的一个感悟 而北加州台大校友合唱团也欢迎 喜爱合唱艺术的台大校友及亲属加入 共享合唱与和声之美 这个其实啊 校友合唱团跟这个台大合唱团是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说台大合唱团是要考进去的 我们校友合唱团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呢 但是它相对来讲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是一个团队合作 也就是说有很多团员是程度非常高 那有些团员呢 甚至就是还在这个进这个初级的阶段 但是呢 我们在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呢 都可以把它这个融合成一个 唱的还可以 我想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我也觉得 Cannot吃 roll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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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